《蒸池》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繃紛離析的世界 有很多不同價值觀 不同世界觀在沖突 教會一直需秉持一個使命和信念 如何讓每位跟從耶穌基督的人 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都能够成为主中心的门徒 所以我选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到第十七章这一段 耶稣基督临离别门徒 上十字架之前 跟他们之间的很私下的讲论和对话 藉着这几段的圣经 我相信我们大家会明白 耶稣是跟他们的门徒说到 他们属于耶稣的身份 以及如何跟从他 藉着他们在地上去效法耶稣基督 以及彰显耶稣的生命 成为一个可以引导人 去认识基督的一班人 我希望在今年的培灵会当中 藉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十七章 一起思想一下 在一个很多转变的世代当中 作为基督徒 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展现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 让人能够辨认到耶稣基督生命 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 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的题目是 《信仰深度合》 在二十一世纪作基督门徒的icon 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因为icon 无论是电脑 手机我们常常都会接触到 而icon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就是当你见到它 很简单的一个标示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里面的内容 知道它里面吻合什么的实质 也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 去活出基督的生命 人都能够透过我们 去看到耶稣的生命 看到耶稣的生命是怎样展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希望今年在培形经大会里面 可以见到你 和你一齐分享圣经 一齐思想神的话语 盼望大家用一些时间安静下来 向神的话语 神道 可以去塑造我们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